然后你在针对那个范围做什么 copy就好了 就搞定了 更简单 所以你会发现了 我们现在剩下几行 1 2 3 那这个没办法少了 那就新增 然后再重新命名 再贴上 贴上一样 其实贴上好像也没办法 这个要A1 然后再贴上 或者干脆你怎么样 不用slate 你就把它pass过去就好了 点什么呢 打一个p就好了 有没有 这边不就有了 不过确定要在那个 应该这个也可以不用贴上 OK 那比较更精简 有没有 步骤啊 然后再来 这个的话 也会有selection 我讲过了 其实你不用selection 因为没有选取 所以没有selection 这个地方你可以什么 Column刮糊 告诉他是哪些蓝要autofits A蓝到L蓝 这样子 应该懂那个叙述吧 反正这个column啊 以后不外物就蓝 哪一蓝到哪一蓝 如果说你说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加这个 可以啊 你不加这个意思就是说 全部的蓝通通自动调整 不过我试过好像这个也没影响了 不会比较慢 因为他是有变化的才调整 所以你要不要加不加都没关系 不过好像这样会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啦 不然人家什么column全部的蓝 如果你偷蓝一下那个刚刚那个方法OK 然后游标放在A1取消选取啦 然后其实这个好像cosmall这个force好像可以不用也没关系 cosmall等于true的话意义就减下 有没有看到copy吗 如果cosmall等于true就是减下 好那这边的话呢 再来就是取消那个筛选 这个应该不要动了 好那你想说我改了这样 应该就比较OK的 我们试一下 那比如说我现在要找好了 请输入那个 还有谁可以找 老王菜头 底下好像都找 找老菜头 小咪 OK好我打一个小咪 我是要按那个F8 主行小咪 按确定 我按F8主行 你看这个地方是小咪过来 对不对 然后范围 这边是2500 所以并过来 所以这个将来范围如果会增加就不会影响 然后第一个工作表的范围 autofit 然后条件就是小咪 有没有小咪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很明显可以看到了 应该没有影响 而且更精简吧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Current Ratio的copy 这行非常的好用 诶 copy好玩呢 OK 它已经在剪贴簿里面了 再来怎么样 新增一个工作表 重新命名 小咪嘛 贴上 打错了 打错了 所以这个 再一次 所以这个中段模式 我再确认一下好了 有的时候我可能把它 做一个修改 不然的话就是怎么样 就是用原来的方法 点select 它原来是select 对不对 然后你就是再把 用那个active里面的pass 然后这个时候没关系 把它拉回去 因为它是VBA 我觉得它蛮好除错 就是程式可以拉回去 让它重跑一遍 这个 我觉得这个除错环境 真的太优了 跟其他那个 我用过很多那个 写Java 或者写Android 这个没有这个好功能 OK 然后选取 贴上 pass 失败 还是 Current Regio 还是要再投 再一次 所以这个可能要再 偷偷地再切回去这边 然后 再 把它 这个 这个跑过了 这个不要跑 主要是这个复制 OK 然后 这个不能再 所以跳过这两行 然后select 那变成这个地方 它手都切过来 假如说 这个select贴上 OK 没问题 所以 这个贴上 恐怕 不能分成